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恒国原子能医学院开始 是为所有生命体提供生命之光的太阳 有着如太阳般治愈能力的原子能 从轮晴发现的X射线 到居里夫妇发现的放射性元素 借力于众多科学家的科研成果 今天 现代医学已经实现了 通过广泛应用各种射线 来延长人类生命的梦想 韩国放射医学院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怀着对生命的热爱 在研发最新癌症疗法与抗癌工作上 投入了无限的热情 引领射线医学不断发展至今 韩国放射医学院 不仅能够对癌症进行治疗 并且在各领域进行医学研究的同时 切实地抵御放射性灾难的发生 另外 通过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为国民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活 引领国内射线医学的韩国原子能医学院 从1963年创立放射医学研究所开始 现在 其下属安慰有原子能医院 放射医学研究所 国家放射特殊治疗中心 医用重子加速器事业团 东南部原子能医学院 在韩国具有半个世纪 癌症治疗室的原子能医院 最先在韩国国内 引进了可诊断出提及微小癌变的PET 开创了癌症早期诊断的先河 2002年 最先在韩国国内 引进了现代手术设备社波刀 使原本无法进行的癌症外科手术 可进行无痛治疗 另外 还引进了瑞素刀等最先进的放射治疗仪器 从而引领韩国放射治疗领域 放射医学研究所 以合医学 放射生物学 放射肿瘤学 医学工程 生命工程技术为基础 向着放射及放射性同位素医学的 应用医学研究领域迈进 希望以放射医学技术的先进性 来增进国民的健康水平 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 研究所所研发的医用回旋加速器 在供给全国七所权威大学医院的同时 还出口东南亚国家 为提高大韩民国知名度 与放射医学临床适用工作 而努力奋斗者 同时还研发了放射性医药品生产设备 并以该设备全手生产竹点123 塔201等 在癌症诊断及治疗过程中 所需的放射性医药品 为韩国国内的放射性医药品生产 做出重大贡献 国家放射性应急治疗中心 不仅制定了放射性灾害应对措施 还着力加强对被辐射患者的紧急治疗 及培养射性应急治疗人员 同时为了应对辐射患者的应急治疗 及非常情况 放射线辐射治疗中心常年运转 另外为了有效运营放射线应急治疗体系 不断展开培训训练 2010年7月 设立于釜山的东南部原子能医学院 在增进东南部居民医疗福利的同时 还以陈学结合 组成研究集群 与东北亚癌症治疗特区为目标 尽其所能地实现 其前沿研究中心医院的作用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一直引领大汉民国放射医学的 韩国原子能医学院 以放射医学研究与治疗相结合的形式 增强竞争力 致力于能以此来引领世界放射医学走向未来 为此计划于2016年 在虎山广玉市鸡章郡成立医用重子加速器事业团 并致力开发全球最早的 以回旋加速器为基础的重子治疗仪 重子治疗仪 与普通放射治疗相比 癌细胞杀伤能力提高了两到三倍 几乎没有副作用 这将为癌症患者带来新的梦想与希望 另外还将构建射线融合研究中心 通过使用研发治疗仪 及放射同位素的放射性医药品等 使研发与临床完美结合 将成为世界放射医学的中心 使延长人类生命的梦想 成为现实的全球超一流专业机构 韩国原子能医学院放眼2020 是将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翅翱翔 人类梦寐以求的 能带给人类幸福未来的 以创新型癌症疗法为主导的 世界放射医学的中心 韩国原子能医学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proves humbled 房华宇reiben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